交通部公路总局18号特别来到花莲火车站周边 来视察中秋还有国庆廉假公路客运输运的准备情形 并且在汉平酒店召开座谈会 县长徐正伟特别到场为乡亲的交通权益向中央请命 他希望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 复离永丰大桥要落实进行还有改善台九线 日随段分隔岛问题 要提供花莲乡亲安全便捷的交通环境 交通部公路总局18号前往花莲火车站周遭视察中秋 以及国庆联系假期公路交通准备情况 并且在汉平酒店召开座谈会 新闻徐正伟表示公路总局推动国道客运票价优惠 并协调地方租人业者整合 可提升旅客搭乘大众交通的意愿 我们的那个前站2.0的部分 在前几天上个礼拜的联合报 我记得它有对于滚道建设的部分 它有减少的前站2.0的部分 那花莲的滚道建设有几项 有一个是花东双轨电气化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铁路高架 当然铁路高架不含在我们的前站里面 可是双轨电气化 这个不能不做 因为全国还尚未全路段双轨 大概只有花东两线而已 所以这一定要做 不能把它删减掉 尤其是原来我们的铁路双轨 是在公务预算 前站建设还没有提出来的时候 是放在公务总局的 我们的交通部的公务建设里面的 公务的编列预算里面 可是后来前站有了以后 他就把它拨到前站来做 可是1.0的时候没有做 那现在2.0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执行 一定要执行 不容易删掉 这个是双轨电气化 那另外就是 我要谢谢公务总局 在对于全国的交通 无论是我们的国道 或者是省道 或者是室内的公车运 这个整个体系里面 其实它都有整个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现在只要做北花线到花莲 然后之后就可以上 我们的公务总局的APP 然后之后就可以连接到 花莲我们市区的公车 就像我们9月28号 我们有三条线 306 307 308 三条线要开通 这个也可以在 我们的公务总局的APP 相里可以看到 交通部也协调当地29家业者 共计1544部骑机车 让民众可凭国道客运票根 享有最低65则的租人优惠 不仅如此 交通部林部长在9月11号 在额外加码提出 如此有前述客运票根 以及租人评证 搭乘国道支票价 最高可减免200元的毫里 满足喜爱自行骑车 以及开车跑跑走的民众的需求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公共运输 往返移花地区 记得请不吝 欢迎收看 到这儿了 中文字幕——YK